就继续带您来关注 事实上现在整个吸体感染案扩大到现在已经累积近60例了 其中今天新增的10例本土有7例也都跟吸体相关 而一开始吸体案刚爆发时 最先被发现染疫的一家7口用餐顾客 从两个小孩染疫到现在也变成了6人缺诊 吸体群聚延烧到现在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还是斩不断 累积到现在吸体相关的案例已经有将近60例 就连礼拜三新增的本土个案 10例当中有7例都跟吸体相关 还记得吸体案刚开始有一家7口去用餐 两个小小孩案17802案17803先被发现 遭餐厅实习生传染而确诊 现在一家7人多上刚新增的案18120 已经有6个人染疫 这是他的一个应该是公公吧 类似就他同家7人里面现在有6位都已经确诊 另外案17983货车司机 也是因为1月9后有去吸体吃饭 现在确定当天跟他一起吃的10多岁女童确诊 为案18083CT值22 幸好他和妈妈因为当天就跟17983一起吃饭 1月16先被匡列 1月17开始有症状 本来美眉一才还阴性 1月18二才阳性 清洁人员一早也到美眉就读的东安国小彻底消毒 至于他妈妈虽然二才阴 但恐怕是在病毒前伏期 那另外5位是衍生出来的 从18053就读在华盛顿幼儿园 案18053弟弟当初是因为跟家人 1月9号去吸体吃饭 庆生而染疫 1月18发现确诊时CT值20 没症状 但还是传给他案18118跟案18114的同学 两人CT值都很高 分别为31.9和33.31 本来怪的是在案18114被查出来之前 指挥中心是验到他哥哥染疫 一度怀疑是哥哥在新街国小下课去接美眉被传染 现在判断 应该还是案18114的美眉被传染后 传给哥哥跟爸爸妈妈 还有因为1月9号去吸体吃饭的案17998 现在避免扩大 他任职的阳眉日本电子零组建厂 也提650名员工裁剪 一采全民阴性只判感染别在外扩 TBS新闻林志伟 终于林瑞 陶北陶原综合报道 第三季想要打莫德纳的民众不用那么担心了 指挥中心宣布说下周一 还有新一波的莫德纳会抵台 21期也打得到 截至20期莫德纳预约率达到了99.64% 大家也不要急 也就是说我们在下个礼拜一 还会有一批的莫德纳疫苗再进来 所以21期还是会有莫德纳的疫苗 抢不到莫德纳免驾 球中心最新说明 下周一还有新一波莫德纳到货 根据最新统计 第20期1922平台 更有86万人预约 其中莫德纳预约率达99.64% 本期只剩下1262剂 莫德纳打气夯 各县市也供不应求 1月18号的时候 是有给我们32万剂 但是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 我们的长者有44.7万 另外莫德纳的疫苗 相关的疫苗 我们都已经开放最大的量能 在我们的平台上 双北莫德纳量开到最大 但手上有货 还是要先留给专案造册好的还没打 台中市库存 甚至撑不到下周 第20期的选项里面没有莫德纳 所以很多民众就纷纷打电话 来诊所询问看看 有没有莫德纳的残疾 台中20期根本没有莫德纳接种点 还有不少诊所反应 中央或地方为了造册施打专案 把原本约好的莫德纳收走 中央没有收了 我们没有裤衷 我们手头上一记都没有 不太相信就是说你已经约好了 那地方政府硬要把你已经约好的量收回去 陈志忠解释 收回疫苗的可能性低 也说明18号时已经把250万剂 配发给地方卫生局 18号打了29万剂剩余220万剂 大约下周三就会打完 下周一多少剂量莫德纳抵达 追中心还没公布 但可以确定的是莫粉们不用担心 21期还是有量可打 现阶段看来莫德纳可能还足够 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高端发火了 一间诊所公告 高端疫苗被卫生局回收 引发网路炮轰 让成为剑拔的柯文哲怒轰造谣 讲到咬牙切齿 台北市长柯文哲又为了高端不高兴 导火线就是这篇道歉启示 台北市直播诊所在脸书公告 占不接受预约打高端 因为全被卫生局收回去了 这一波网友都怒了 纷纷把矛头对准柯文哲 说真是够了 太夸张了 为什么要回收 没人打被回收还有话说 现在是根本预约不到 太扯了这种故意太明显了 其实也是间接想让网友知道 其实我们台北市还是有在打高端的 卫生局的部分 他们有一些需要新的统筹规划 那其实这个详细部分 我就有点不太了解 相当服务中心有通知那家诊所 有没有他的民众客户有没有需要 那他后来回传是那个日期没有需要 收回是针对每个品牌 只要他的任务接种旗程满都会收回 诊所说之前疫苗都有打完 这一期拿到三四十剂高端 约剩十多剂 不晓得需要缴回剩下疫苗 18号被通知才知道 但北市府说按照惯例诊所下一期 是打其他厂牌 避免打错才收回 却故意塑造柯文哲跟中央作对 中央配给我们的我们都会拿出来打 所以没有人在抵制高端 而且我们每天 这两天不是高端的疫苗都预约几乎是 百分之九十几 老辈说台北没得打高端 北市府干脆再加开接种站 24到28号将在金站设点 一天120个名额 20到21号先市营运可随到随打 而北荣也在周末两天提供5000个名额 网路已可预约 但闹出风波的制博诊所 虽然公告已经下架 但这误会闹大了 也让柯文哲火大了 这不是造谣 什么是造谣 PBBS新闻程序医底皮台北报导 WHO表示 Omicron的流行 虽然在一些国家逐渐降温了 但是他们警告的是 新冠疫情还不会落幕 翔先生我们知道有这间记者谈一轮 现在Omicron的变种病毒 看起来非常的顽强 尤其它的传播力特别高 不过还好现在显现的 都是轻症居多 重症跟死亡率是比较低 这也让全球人 是稍稍放松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看确诊数字的话 其实也满惊人的 过去全球一周的感染 激增了20% 如果以病例数来说 是已经逼近了1900万例 那WHO的人认为说 现在的状况可能还会更高 因为有很多都是没有通报的 但最近其实也有一种说法 认为Omicron的变种病毒 应该是最后一个变种病毒了 但现在WHO的新冠病毒 这个领导专家认为不可以这样想 因为病毒可能会在世界 以超强的水准来流行 这主要的说法还是要回归到 我们之前所讨论的 病毒在不断的复制过程之中 一定会出错 如果出错的话 只要适应人类的身体里头 它就有可能变成超强的变种病毒株 所以这些说法 其实都是太轻忽变种病毒了 所以现在还是必须要来强化 公卫的措施 像是佩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那当然中山医的这个复射医院 儿童急诊科的主任谢宗璇 他则是把Omicron的变种病毒 拿来跟电玩怪兽来做比较 就叫做哥布林 如果有在玩的人应该很了解 他是一个繁殖力超强 而且数量超多 但是他的攻击能力不强 不过也需要有好的防御 否则很容易就会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他所说的 一不小心就会灭团 这样比喻确实让大家很能熟知 但是接下来还是必须要做 准备资源以及隔离分化 甚至也要有心理准备 跟病毒工程 就来看法国的卫生部长 曾经对外表示说 这波Omicron疫情 可能是全球的最后一波 刚才我们也提到 不过对于这个说法 其实许多专家 真的是持保留态度 因为以目前的数据来看 法国跟意大利的确诊数 还是居高不下 全球新冠疫情狂飙 日本的确诊也创新高 即前一天 单日新增三万多例的确诊 日本周三又通报 单日破四万例大关 而统计中也发现 近期确诊者中 以灰色部分的年轻人占大宗 其中东京都未满十岁的确诊者 1月1号只有6人 现在却飙到406人 整整多出68倍 日本政府也紧急拍板 包含东京在内的13个都线 马上进入准紧急状态 由于突破性感染越来越多 类似通行证的疫苗检测 均可治原则上也要暂停 欧洲部分 法国意大利还有英国的确诊数 也还是很高 美国累计确诊更飙迫 六千六百万例 相当每五个美国人中 就有一人染疫 对于法国卫生部长曾说 这可能是全球最后一波疫情 辉瑞执行长不敢把话说死 认为要摆脱疫情还要一段时间 但回到最早爆发 Omicron变种的南非 疫情没有想象严重 当地人生活大致不受影响 小朋友也能去上课 医院的情况也大致恢复正常 我们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在疫情中的疫情中 就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医院 半空闹 很少的病患者需要氧气 部队员都会有很多压力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 还访问到南非医院的护士 对比他先前在Delta肆虐时 一脸茫然 他现在说状况好很多 南非的疫苗专家也乐观看待 甚至认为转折点已到 但对欧美多国而言 目前最大的难题 似乎是因为疫情引发的缺工潮 英国因此宣布缩短隔离期 澳洲则开始吸引留学生回流 澳洲总理说 要取消打工背包客 和国际留学生的签证申请费 鼓励大家到澳洲找工作 只是谁也不敢保证 真的不会有下一波疫情 最怕就是全球大量确诊下 随时又有新变种出现 届时的疫情挑战又没完没了 事实上进入到2022年了 全球疫苗的施打普及率 其实几乎都蛮高的了 可是为什么疫情 好像还是看不到尽头呢 为什么疫苗没有办法阻止病毒传播 再请一轮达们来了解 现在在台湾第二剂的疫苗接种比例 来到了7成2 第三剂的追加剂则是10%左右 但全球有超过50几个国家 这个疫苗的第二剂接种都有7成以上 这其实如果以过去专家的说法 是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 但为什么现在Omocron的变种病毒 这个确诊数字还是在直直飙升当中呢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脱离新冠肺炎疫情 尤其美国印度跟法国单日确诊都在创新高 都是每一天30 40万例在跑 这代表是不是疫苗不能阻止病毒传播呢 专家说没有错 他是可以来防重症高达90%以上 但是不能完全阻止病毒传播 染疫的现在看起来有接种过疫苗的 幸好大部分都是轻症跟无症状的患者 那变种病毒现在看起来 虽然这个Omocron的轻症是比较多的 但是别忽视他的传染力 因为他可能会传播给抵抗力比较低的人 这后果就很难设想 所以现在是不断的呼吁 要来打第三剂的加强针 那到底未来对于Omocron的防疫方针又是如何呢 有专家认为说他确实满上流感的 会用相同模式 所以接下来必定要定期来接种延续抗体 甚至也有三种方法可以来遏止病毒的蔓延 一种是口服药 再来就是口罩以及筛检 缩食影片记录下阳台的积雪 才短短一夜就升级膝盖 冬季暴风雪周一强袭加拿大安大略省积雪最高达60公分 其中光是周一在沃泰华国际机场的积雪量已达47公分 超过了1972年同一天创下的记录 都伦多也被一片大雪坦覆盖 路旁整排轿车都快灭顶 就连大型校车也卡在停车场动弹不得 都伦多部分地区的学校停课 或者改为线上学习 既然不能去学校 小朋友当然开心滑雪 但是对大人来说 可是很头痛 铲雪车出动急着清理积雪 不少车辆受困卡在路中央 还得靠人力徒手推车才能脱困 安大略省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汉密尔顿甚至冷到瀑布被冻成大型冰雕 居然有人在上面攀爬 接下来的画面也让人捏把冷汗 一名女子站在不断往下沉的汽车车顶 周围都是碎裂伏兵 当大家想破头要怎么救援时 这名女子居然还很淡定的玩自拍 后来这辆汽车几乎完全灭顶 警方也警告这个时候的河面冰层难以捉摸 其实不止加拿大 北半球多国现在都是一片银白世界 莫斯科的工人 铲雪车也没停过 因为冬季还没结束 降雪量就超出原本预期的三分之一 罗马尼亚也受到暴风雪肆虐 大卡车受困公路 住宅屋顶被强风掀开 还有扳机降落时打滑 而同样都是下雪 德国却开心过起世界雪人日 同样都是雪景却两样琴 另外美国东部也有多达八千万人 受冬季风暴波及 恶害俄州的阿什塔比拉积雪最多 将近61公分 而纽约州的格兰岛也有55.88公分积雪 持续清雪工作 仍在持续但疫情冲击下 可能导致除雪卡车司机不足 而恶劣天气还没完 乔治亚州更有名摘 因为恶劣天气被大树压垮毁损 甚至有人受困 消防队员及时抢救捡回一命 南美洲的巴拉圆疑似因为极端天气 助长全国各地的野火 已经至少出现400处火场 政府急着喊话 避免焚烧垃圾或火根 否则将只会让情况持续恶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的是乌克兰的局势持续升温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在边境部署的兵力 已经逼近13万人了 而俄罗斯也跟白俄展开了联合军演 乌克兰此刻的处境是被三面军力包围 对于俄罗斯的兵临成像 美国考虑提供乌克兰更多致命性的武器 同时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将跟俄罗斯外长会面 在寻求外交途径化解危机 发射反坦克飞弹 还搭配电音流行乐的节奏 这是乌克兰国防部最新释出的军演影片 就是要回应俄罗斯近来的军事施压 重点是画面中出现的反坦克飞弹 就是美国提供的军武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 已经在边界部署了超过12万7千名大军 美国警告俄罗斯可能随时进攻 俄罗斯步兵积极演练城市向寨 几乎是各个军种轮流大袖火力 从坦克车到狙击手 俄罗斯自己袖还不够 还找来了最中心的盟友白俄罗斯一起加入 他宣布要在白俄的西部和南部与俄罗斯联合军演 从地图上来看 这导致俄罗斯不止东部面临俄军压境 北部以及西部 尤其在白俄与波兰交界处 也都有俄罗斯还有白俄两军施压 等于三面被包围 这让美国北约得加快脚步 美国国会议员团先率团前往了乌克兰 给出了最实际的承诺 表态愿意提供更多致命性武器 而英国也送上武器支援 重头戏还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自出马 再次飞到了乌克兰基辅 为的就是21号要在日内瓦 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的 第二轮会谈协商 一个多礼拜前 俄罗斯还说对和美方会谈 结果心灰意冷 结果又敲定21号在谈 这代表着外交斡旋 还有转环余地吗 前乌克兰总统普洛申科 似乎不这么认为 除此之外 德国的新任外长贝尔伯克 也出访俄罗斯 针对棘手的俄乌情势 直求对决 CN分析认为 德国的新任外长贝尔伯克 这一次对俄罗斯的态度 比以往更加强硬 因为就连两国之间的 关键天然气合作 都搬上了谈判桌 在战云密布的同时 美国纽约时报还爆料 俄罗斯镇清空驻基辅大使馆 似乎在为开战做准备 尽管乌克兰否认俄罗斯大使馆 有人员撤离 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紧张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被放大解读 也增添了误判风险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